ok 好那再来当然就是第二段咯 第二段的话呢 你说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other hand当然ok啦 可以啦 ok 好你说on the other hand a job give 这边呢出现了一个好像不该翻的错误啊 就是a job是什么 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呢give应该是要加s啦 ok 好 give a chance to teenagers 呃其实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你说give teenagers a chance ok 因为一般来讲后 现在看到就是没有to的 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些就是说teenagers 在说achance 这种用法比较多一点 ok to have experience ok 或者是呢 to have work experience in the workplace they can broaden their horizons in advance 这边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什么叫做 broaden their horizons in advance 预先 扩展视野 扩展视野这种事情有预先的吗 ok 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改一下 我想你想要知道的是说 你可能想要讲的是说 他们可以早一点 他们可以早一点认识这个世界 那其实你就可以这样写就好了 比如说你说 they can know ok 或者是 they have a chance to know what the world is like 或是 what a job is like ok earlier 或者什么之类的 ok 好 因为这句话真的有点怪怪的 什么叫做预先扩展视野 你今天如果高中生 比如说你 你我高二的时候 你出国 然后你觉得说 哇 我的视野被打开了 这个叫做预先扩展视野 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想想看 中文你可能都不会这样讲 那跟何况是英文 what's more they will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没有问题 这边的话我是觉得你最好改一下 independence a sense of independence 或者是你可以讲说 they will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arn to be on their own 或者是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之类的 ok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 接下来说 instead of relying on parents students can earn spare money 什么叫spare money 你在这边指的是什么 因为你前面有pocket money 其实你也可以说pocket money 或者是more money ok spear money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备用的钱 然后就不太重要的 可是事实上我 以我的理解 这不太可能是备用的钱吧 对不对 ok 好 很少会有孩子 我想很少会有孩子 他去打工呢 他会说 我这些钱全部都要存下来 好像比较没有吧 ok 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我看都不花掉的 都要存下来的 我觉得他大概不会去打工 ok 当然这有可能是我的偏见 只是说我这么觉得说 你这个spare money有点怪 ok last but not least the jobs can provide them with opportunities to acquire a capability of tackling arduous and formidable tasks 我用了很难的字 但是这边用的还蛮ok的 ok 但是我是觉得说 arduous and formidable tasks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说 打工的时候真的会有什么东西吗 arduous and formidable tasks 是要干嘛呢 是要跟郭台铭谈判吗 还是要去拿下外国大公司的合约呢 ok 好像打工 基本上做的都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事情吧 这样子可以 大部分打工都是做的一些 比较属于劳力的事情 ok 所以这种东西我还有点疑问说 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还是说对于一般青少年来讲 去素食店工作就是 arduous and formidable tasks 好像应该没有吧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这个用词的搭配我觉得还ok 但是问题就是说 跟你的内容好像不太配合 是不是 你要想一下要怎么改 if they are often over protected they would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stress 这边其实又来一个跳太快的地方 因为你前面讲说 他们呢可以获得这种处理比较 处理一些事情的能力 但是你这边为什么 你既然说他们可以获得处理事情的能力 为什么你又忽然讲说他们被过度保护 这边其实中间有跳掉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讲一下 你这边可能要说一下说 现在很多的青少年 都受到家长太好的保护 那如果呢 他们都是这样子被保护的话 就点点点点点点点 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衔接过来 否则的话你一下子说 一下子要说能够有能力面对考验 然后又说被过度保护 这是不是有点怪 对不对 they wouldn't 好往下 they would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distress and even crisis ok distress ok或者是其实我们最常讲是 hardship 或者是difficulties distress的话是遇到一些困难之后会有的 会有的情绪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你可能要想一下说 你要讲的是事件还是那个人的情绪 因为你后面用crisis讲的是事件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分得清楚的话 你应该是先讲事件 比如说crisis hardships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才会讲说 and the emotional distress 或者是the distress that they often that they may feel 之类的 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 ok 好 as long as they don't work too much and stay focused on their studies students can benefit from a part-time job 这边的话我会觉得说你这个句子作为一个结论的话 好像也是给他跳很快 因为你前面讲说他们可以处理 独立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呢 他们不应该被过度保护 ok 否则他们不懂得应付一些困难 应付一些危机 但是呢 然后你就说 只要他们呢 don't work too much and stay focused on their studies 这个跟其实前面你讲说那个困难的工作 独立处理困难工作其实会有相 会有一点相冲突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想说 一秒钟做决定 30秒 当一个很好的经理人 但是呢 那个毕竟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当你要处理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还是需要相当的投入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这边又说 they don't work too much and stay focused on their studies 这个就前后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呢 老师会建议你这边 你可能 这一段 有关于你对于这个 打工的一个好处的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把那个 逻辑跟你的那个理由的那个层次 想清楚一点 这样子呢 听起来会比较说服力 那我们在解题那个地方 我曾经讲过说 你可以用你第一段的 第一段的东西呢 来做一个反驳 其实我觉得那还蛮有趣的 大家看了以后 因为他 因为这样子的话 读者看了会觉得有个趣味 当你第一段在讲那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你讲说花太多时间 好 那第二段讲到说 虽然呢 花很多时间 但是也许可以学很多东西 好 那呢 你第一段讲到说 为了钱 那你第二段讲到说呢 也很多人呢 他其实是真的有这个需要的 或者是呢 他认为说 他行有余力赚一点钱 也许可以补贴家用 帮助别人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 你前后段有一个呼应 然后呢 也许你第二段的那个道理 那些reasons当中的衔接 并非那么好 但是因为跟第一段有一个呼应 其实有时候读者会忘了你在讲什么 会忘了说你第二段的那个逻辑 是不是真的那么的连贯 因为你 你就已经跟第一段有呼应了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OK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老师会建议你说 也许这是一个方法 OK 就是呢 第二段跟第一段做一个配合 或者是你就是要把 你这边 第二段这边单独的 好 里面的一些理由 稍微把它理清一下 如果真的要从打工的工作当中 得到非常深刻的 非常重要的经验的话 其实我想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好 OK 但是你怎么样就告诉人家说 即使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但是他仍然值得 OK 好 这个也许呢 是另外一个论点 好 OK 好 所以呢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些用词 其实已经还不错了 嗯 有进步 从上学期到现在 有练习 有进步 这样 OK 好 也比较呢 没有那么多好像有点乖乖的句子 那我们呢 下一篇文章再见咯 拜拜